大家好 我是蔡美杰 今天指数最多涨了95点 收盘只剩下小涨10点 成交量是2800亿 今天指数开高走低的过程 其实最主要是 大家所认识的一些AI股 今天表现并不太好 包含像伪创 包含像广达 又或者秦城 这些股票今天表现都不好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 旧AI跟新AI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买 大家都知道的股票 反而我们在聚焦什么 我们在聚焦 一样是有AI商机 但是市场上并没有这么了解 还记得吗 2363的系统 2363的系统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AI 未来会扩大应用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微机电麦克风 从17.95元 节目上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不到18块钱 当时买的时候不到18块钱 今天呢 来来来来 今天系统38块8 38块8 这是我们会员赚超过一倍的真实故事 真的啊 听别人赚大钱 不如自己亲身体验赚大钱 常常听人家说 什么做股票赚多少钱 听人家说那不一定真的啊 对不对 有些是添油加醋的 但我们就是真的哦 没有添油加醋 里面也没有水分哦 来会员赚超过一倍 这我们普通会员也有的股票系统 2363的系统 只要你照着空讯座 我保证你就是赚超过一倍 因为我告诉你什么 都不能卖 只进不出 没错啊 真的啦 来来来 有钱真好 真的啦 常常听别人赚钱 不如自己赚大钱 来我跟大家讲 今天系统大涨 就是我们先前帮大家布局的 那我今天会跟你谈一下 还有什么股票 类似低价股 好像这个系统 刚开始起涨还不到18块钱 今天38块 还有没有十几块钱的股票 而且是集团股 我等等跟大家讲 我等等跟大家讲 到底以后还有什么股票 你可以留意的 来 先讲这个下跌了 来今天303我的致远 今天致远跌下来 微胜2388 微胜跌下来2388 这两次跌下来非常好 这个我的看法不变哦 这个上次年五黑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留意的是买点 接着到昨天 致远涨了十几块钱上来 今天呢 今天致远又跌了10块钱下来 对不对 好 来 我认为啊 这个致远 致远这一支 跟微胜2388 这两支 的筹码跟题材 跟其他 就是跟这个3231 不太一样 因为伟胜这个筹码 短线上真的筹码已经有乱了 我已经跟 节目上跟他讲过很多次 广达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8210 清晨做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对这肯定每个人 每个人都知道 怎么姓华 今天跌的全部都是这个2329 跌的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我认为 致远跟2388的微胜 跟他们不一样 我说过他背后还有故事 我节目上还不方便跟你讲 我只能够提醒你一件事 这一次致远 我们一次赚100块钱 它并不是巧合 它并不是巧合 而且你有可能会再巧合一次 这个资源 对不对 一次100 这样子 如果各一笔的话就200 这不是巧合 这次又下来 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这一次资源 现在回到多少 今天资源回到3035 又回到335了 下礼拜如果震荡下来 看什么点位要买 我会通知你 我会通知你 这个因为这个有点位的问题 所以节目上不方便讲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先前跟大家讲的股票 好不好 再跟大家讲 你要留意什么股票 来 这我先跟大家讲这个 我说这个有富爸爸 加AI加NVIDIA 它是全球第二大固态电容厂 只要 只要 你要用 只要用伺服器 板卡都必须又用到什么固态电容 那我说 它赚的钱比伪创多 买伪创不如买它 对吧 买伪创不如买它 今天伪创掉下来 对不对 它呢 来 它呢 它今天在哪 它今天在这里 我不是因为它大展跟你讲 它是不是这一根 是不是这一根 今天已经来到这里了 再过几天就双新高了 我说什么 买有富爸爸加AI 掌握特殊筹码背后故事 买伪创不如买它 对不对 这样多好 这不是黑的吗 今天是不是在这里 来 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的危险 来 这有二家公司 它有个富爸爸 富爸爸谁 哪位 富爸爸华硕 它是华硕 它本身就是做AI的 它是NVIDIA AI伺服器的供应链 而且它伺服器的营收比重 持续在攀升 持续在攀升 这家是什么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固态电容厂 你只要是伺服器 只要是板卡电源供应必备 伺服器板卡电源供应 上面一定要有什么 要固态电容 一定要有的 那个不可以没有 一定要有 好 来 那它的固态电容 已经导入NVIDIA的一个 AI伺服器的一个 次系统模组 它本身就是NVIDIA的一个供应链 然后它的富爸爸华硕呢 又是NVIDIA新款 AI伺服器首波的供应商 好 来 这家公司呢 第二季赚1.25元 赚1.25元 赚1.25元 赢尾创哦 那7月的营收 还年车涨74% 第二季赚1.25元 来看3231 看回创 回创上半年 上半年也才赚1.23 对啊 回创多少钱 回创120几 大家买的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你买回创不如买这个 这个才60几 60几第二季赚1.25元 然后营收年成长74% 所以第三季赚的钱 肯定比这个多 好 那重点 他持股1000张的大户 占比68.63新高 来看一下 总股东人数是在减少 特务筹码在增加 这个特务筹码 这个是持股400张的 持股400张的 持股比例新高 创新高 然后持股1000张的大户 占所有的股票 68.63也是新高 刚好今天指数跌 刚好他今天也回档 我给你讲他回档对不对 那时候伪创3 120对不对 今天多少钱 今天109 你买伪创要赔10块钱 赔10多块钱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 对不对 你买这个 现在这里 请问是赚起来赔钱 当然是说赚钱 这69块70来 没错啊 这当然是赚钱 那你不用跟散户挤在一起 你干嘛跟他挤在一起 然后我今天跟你讲 你买股票买那个出奇不遇的 才会真的赚一倍 系统凭手赚一倍 多少人 这一辈子做股票 二三十年 没有一档股票赚过一倍 但是你是我会员 你只要照着空讯做系统 就是赚一倍 谁敢这样跟你讲 就只有我 来 我跟你讲 零百里看好的是AI 云端5G IOT 四个整合机会 对不对 好来 我说这一家 富爸爸股价大涨 一直材料结合跟曲面玻璃 我跟他讲 这曲面玻璃还不错嘛 对不对 还不错吧 来仔细看哦 时间8月22号 好 8月22号 来哦 8月23号开小涨 拉起来 拉起来 突然间涨停板 涨停板又打开 对不对 好来 隔天洗一下 拉起来 然后呢 指数中错 哇 指数跌 289点 他居然给他涨6% 给他涨6% 好 那 指数涨 他就休息 好 昨天指数又跌了 对不对 昨天指数跌85点 他昨天又涨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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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直接涨停板 事前预告 涨停数钞票 真的事前预告 涨停板数钞票 我说什么 我价位全部删掉 对不对 你看我们表演就好 对不对 有没有 来 这样赚多少 8月2 这个是8月22日在这里 在这一天 今天在这里 这一档 3311的红灰 来给你看 一支红灰 3311 对不对 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的 不行了 这个是林白的董事长 先前讲的 我跟他讲 这个其实后面 后面还有一些股票 你还没看到 这有一档股票 他父爸爸股价已经大涨 涨非常多 然后他这一家是做什么 做液财质结合 跟曲面玻璃 曲面玻璃 曲面玻璃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 以后电动车可能是这样子 后面是 这个玻璃不会是纸的 不会是纸的 像这个充电桩 充电桩这个玻璃也是曲面的 像这个钥匙什么的 车钥匙 它也是曲面的 对不对 甚至于你这个什么 元宇宙也是曲面的 对不对 有一些是抑制材料的连接 就是不一样的材料 你不要看不起这个 这个是未来大商机 这以前没有 未来如果都改成 你这样子的话 这做曲面玻璃不错啊 对不对 先前没有啊 你有看到这个 现在还很少嘛 对不对 充电桩现在也也不多 这曲面的 这曲面玻璃啊 股价在低档 真的啦 长线的低档 你要去买 别人不知道的股票 我跟他讲 你要买股价在长线低档 然后我等你跟你讲 他的股权结构好不好 来 这一家我说什么 他有富爸爸 当时富爸爸是谁 他有两个富爸爸 一个是光宝科 一个是华兴科 2301光宝科 光宝科也不多啦 他之前从这里涨100块钱 从60几块涨到170 起100块 对不对 所以他的富爸爸已经大涨 他还有另外一个富爸爸 叫什么 华兴科 今天华兴科涨停板 来仔细看哦 8月20号跟你讲 是不是 世界跟你讲 好来 8月23号是不是涨停板 涨停板打开嘛 然后8月24号洗盘拉起来嘛 然后呢 重挫涨6%你就觉得不对了 重挫会涨6% 然后指数涨他就洗盘 然后昨天指数又跌他又涨 对不对啊 真的啦 昨天是不是这样 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从35块6到25% 大股东是光宝科跟华兴科 对不对 光宝科已经大涨 涨这么多了 人家华兴科呢 华兴科今天第一天涨 来 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事情 系统系统系统 对不对 系统就是联电的董事长洪家聪 来接任系统董事长 这有可能复制什么 3035自圆模式 那你想一下嘛 你想一下2363 这些系统 我们已经撞超过一倍了 那如果你在其他大老板的眼中 会怎么样 就是其他大老板了 像什么 像这个红辉 来我可以讲红辉 你看红辉董事长是谁 焦佑恒董事长 2492 董事长是谁 一样嘛 还有谁 来来来 我跟你看 同样 同样 这个华兴集团 华兴集团今天很多只股票涨停吧 华兴集团的 华兴集团里面有很多难股票 但是不一定每个董事长都是他 是焦佑恒的有谁 有华兴科 今天涨停 红辉 我们跟你预告了 董事长也是焦佑恒 今天涨停 最后25% 信仓店董事长也是焦佑恒 今天涨停 然后金星董事长也是焦佑恒 然后呢 华东董事长也是焦佑恒 来来看一下 金星 8183 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6173 6173今天涨停 信仓店今天涨停 8183今天大涨 这个8110 华东 这个也是焦佑恒 那如果只有一两只涨 那那个还好 那如果全部都涨 那你就要小心哦 这可能是整个集团 开始要做涨 那这集团如果开始要动的话 那当然你要挑 就是你都会买 但是我觉得最好是来的 这里面这一只其实 最有机会大涨 8110的华东 华东董事长也是焦佑恒 焦佑恒跟那个华兴科 跟信商店跟红辉跟金星 是一模一样的 好啊重点哦 这华东净值是多少 19.63 你看他今天股价多少 16.4 他股价净值19.63 股价比0.68倍 股价才14块 那这个有 你又说 老师啊 你说的 那华东是测试股 对啊 丰测股 你不要看不起封测 你不要看不起封测 你看看他 这华钛是不是封测 华钛是封测嘛 从18.85直接往上标 标到 从18.51 这个涨的比系统还多 这涨的比系统还多 系统才 现在才 38 他从18到51 他干什么了 封测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个客户是美超委 因为他搭上AI商机 封测股也会华力变身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未来你会看到的新闻 华东他也是AI股 而且是扎扎实实的AI股 来 他与华邦店结合 AI晶片的设计商 抢工AI商机 这个新闻你绝对没看过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讲 华邦店结合 AI晶片设计商 跟后段的封测厂商 来抢工AI商机 华邦店是继美工之后 第二家导入四五奈米的 弄醒的那个记忆体厂 好 重点他在这里说 华邦店推出了高频宽的记忆体 具有高输入 Io还有一定的算力搭配的记忆体 这个 这个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呢 是与晶片厂商为AI 开发应用的晶片 再由后段封装厂做成小晶片 所以必须IC设计 跟华邦店 跟后段封测厂 协力完成 这要干嘛 主攻边缘运算 什么叫边缘运算 当你未来CPU GPU 算力提升之后 你总不可能全部都在主计算 你以后资料要出去 资料要出去 你要到应用端 应用端那个就是所谓的边缘运算 中间在传输过程当中会有损耗 所以要有记忆体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华邦店结合的后段封测厂是谁 华邦店的后段封测厂 只有一家就是华东 同一个集团的 他的后段封测厂就是华东 简单讲啦 这个新闻就是华邦店结合华东 结合AI晶片设计厂商 跟华东抢工AI商机 来看一下 这是华东 中股东人数没有增加 中股东人数没有增加 特殊筹法在低档买 华钛18块标到51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今天华新集团全部都上来 华新集团全部都上来 你自己看 华新科涨停 董事长交友盒 洪辉涨停 已经赚25%了 信仓店 对不对 涨停 金星上来 这不可能是巧合啦 如果全部都涨就不会是巧合 这一家 对不对 华新立华有21% 华邦店9% 华新科6% 结合董事长自己都有持股 他自己都有持股 那他是承接华邦店 记忆体丰盛地带 也就是这个新闻里面 隐藏版的AI概念股 这几块 10块 禁止19.63 对不对 真的啦 你想要赚大钱 你就要跟别人说 你不一定要做跟别人一样的动作 想想看当时系统 是8块钱 如果时间再给你 再给你一次回到那里 你要买几张 你一定去借钱 然后融资全买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一样的嘛 现在还有什么股票在低档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苗木 赚钱 不断重复 缠统多顾 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匯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虽然今天指数只有小涨10点 但这无碍我们的系统 今天又创新高38块8 38块8 真的 我跟大家讲这是真实的故事 你常常看到人家说什么赚钱 什么的那广告自路性行销 对不对 我们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连普通货也都有 一档股票赚一倍 真的赚一倍有钱真好 有钱要干嘛 随便花 对不对 真的有钱要随便花 今天38块8 当时18块钱 我怎么跟大家讲 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系统的危机 那我请问你 你以后要怎么跟电脑沟通 讲话嘛 我讲话他接收嘛 那中间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无线麦克风 就是这个微电机麦克风 M1MS的麦克风 所以这个商机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现在用在手机 用在笔电上面 那未来车用这个会很大 车用 车用就是以后你的车子里面 你可能就是直接跟他讲话 他就OK了 不用再在那上去 你就直接跟他讲什么 他就会帮你处理 这样快 这个东西现在都还没有 所以未来在车用的时候 车用的时候 这个M1MS 这个麦克风商机会很大 所以呢 联发科他就去276元 就是先去支募了 入股你看6679 他这个也是大涨之后休息4天 联发科是现在他最大的那个 好那请问 除了育态之外还有谁呢 来还有一家 这一家 老牌电子股 老牌电子股 他禁止25块 今天几块 18块不到 禁止25块钱 18块不到 好那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讲老牌电子股 现在都涨什么 涨二三类 对不对 什么广达 音业达 2383台光店 都是23类 不得2329 对不对 是不是都涨这个 你看这华太 是不是老牌电子股 过去连动都不会动 现在直接给你标起来 对不对 这2383 这什么占比也不高 他也是直接跳工厂天板 对不对 什么2382 就不用讲 对不对 广达今天创新高 所以呢 现在全部都涨老牌的 23开头 这一党23了 他也是有个大股东 他大股东更老 好那重点是 他做什么 微电机麦克风 智慧声控应用市场 成长潜力无穷 未来办法 现在手机车用 无线耳机智慧物联网 未来是什么 AIOT 就是智慧物联网 智慧物联网很简单 以后你做什么 是不是直接声控就好 那你来看一下 他几年前去做这个 这是他们家光 他们在做这个 人工智慧接轨的语音界面 对不对 语音辨识 语音控制降噪 还有声闻辨识指向心 对不对 这就是未来 未来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 还有很多东西都会用到 而且现在还没有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他除了做这个之后 还有做这个 这叫什么 智慧玻璃 智慧玻璃 这个想还知道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后看你是用手去滑 不然就是用酱了嘛 这个商机是 肯定是大的 那重点是 现在没什么人再提 好 来 股价呢 股价多少钱 股价便宜 不到18 禁止落涨25块 应该还行啦 今天38块8 对不对 今天系统38块8 那所以呢你现在要买什么 你现在要买 有富爸爸的 然后有AI商机的 对不对 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有富爸爸的 有AI商机的 来来来 这我先跟他讲 这富爸爸已经大涨了 对不对 3311的鸿灰嘛 3311的鸿灰 今天系统 已经赚一倍 对不对 那当然我还持续帮你赚钱嘛 3311的鸿灰 我跟他讲他富爸爸是谁 8月22号今天 今天要红灰涨停满 对不对 加25% 在这里 你仔细看喔 光宝克已经先涨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放涨华兴科 对不对 你看系统长成这样 系统长成这样 那其他的集团股 看了会不会 想说我也要 对吧 这真的啊 很多股票像什么广达集团 也都大涨啊 广达是什么 鼎天跟广民都已经大涨了 那现在换他换谁 换华兴集团啊 对 华兴集团里面 华兴集团里面 你要特别留意董事长 是焦佑恒的 对不对 今天华兴科涨停 鸿灰今天涨停 然后信昌店今天涨停 然后金星今天大涨 然后华东今天还涨不多 才涨4%而已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要留 特别留意华东 因为他的禁值19.63 古禁 禁值19.63 然后他跟华邦店结合 结合AI AI的晶片设计商 要抢供AI商机 这是全新的新闻 好想一下 想一下 这个都没有人 都没有散户 那华太是怎么标的 你不要看不起封测 封测18块 可以标到50 他这个呢 他这台LOSA才14块 这个后面还有新的利多 你没出来 那重点是他的筹码也很漂亮 华兴利华 华邦店华兴科交友盒 对不对 真的啦 来 要买什么 买现在还默默无名 那未来可能会 会人尽皆知 家喻富小股票 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欢迎来电话 宣问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